哈喽大家好我是年轻视点洛杉矶 欢迎来到本区的乐城看球 本区的话题呢我们聊聊随便的新赛季 新赛季呢将在本月的16号啊正式开启 也是呢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各自队伍的一个体测也是相继完成 接下来就是呢最后的一个备战 还有对于外援的一个引进 因为新赛季一开启呢将会 允许外援的一个参加 那不过呢是在封闭式的诸记进行比赛 但是部分场次也是有可以有观众进场参加的 对于山东来说今天确实迎来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消息 那就是呢他们的龙小兵教练组的 也是集体的辞职了 那么接下来对于山东来说啊 也是总教练是我们的篮球的民宿啊 还有呢主教练是洗衣场所啊 这两位呢接替山东的一个教练组 那么山东的赞助商啊 也是呢成为了山东高速 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赛季 山东队确实啊改造画面的 想要成为一支新的啊 争贯的一个队伍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啊 他们我们球运期待已久的啊 两赛季两个赛季的MVP 丁岩银行在这个赛季也是确定啊 一定会回归赛来比赛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已经三个赛季 没有打击了 他这个状态能否保持住啊 这也是我们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于山东高速来说啊 这个赛季确实我们也是值得期待 不过呢龚小斌的一个教练组 基地的一个辞职 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 毕竟呢上个赛季 在大家都被看好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山东也是遭遇了很多的问题 龚小斌也是呢一路把啊 山东带到了常规赛战绩第五位 在基地球赛也是淘汰了实力强大的新疆 拉到了啊进入到了四强啊 这个成绩确实也是让我们感到满意 让山东的管理层也是感到满意 只不过呢他在回到山东之后啊 在一次庆功的时候呢 可能酒喝多了 也是呢被抓败到了啊 最佳啊 对于这一点来说 很可能会影响他辞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山东高速也是一个国企 国企对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可能还是要比较高的 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啊 大概率了山 龚小斌是具体请辞的 但是我们知道呢 山东 龚小斌对于山东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意义 所以呢 他的回归是迟早的事啊 根据知名博主导演我 他爆料呢 因为继续那个西药啊 龚小斌 主教练他也是呢辞职了 那么他的回归呢 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他才是可以带带领了山东啊 呃 拿到成绩的那一个人 带领山东走出困境的那一个人 所以呢 对于龚小斌来说 他的一个辞职只是暂时的 那么在新的赛季 那我们也相信在 呃龚鲁明这位民宿 还有呢 徐昌索这两位主角练带领下 呃 山东呢 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 毕竟呢 他们在上个赛季啊 拿到了 进入到了四强 那么DNA以降的状态啊 能否打出来 这也是我们球迷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 而对于 山东来说啊 他们在上个赛季居然是在 呃 球队一直没有发薪资的情况下啊 都是八个月到一年多的薪资都没有发 他们还能打得那么好 这种呃 呃 敬业的状态 这种呢 职业的精神也确实让我们钦佩 那这个赛季呢 呃 山东高速那肯定不会欠幸 他们呢 也应该是啊 拼尽全力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外言呢 哈德森也会呢 继续效力于山东啊 他是呢 目前随别的一个德封皇 那么新的赛季 他将以一见连啊 直接竞争啊 谁才是呢 最后的随别的德封皇 那么还有呃 敬业仰 我们知道他与龚小兵的一个关系 也是闹得非常不好 那么这一次龚小兵的离去 能否把他的一个竞技状态给带起来 那如果真的是能打出来 我们也为他感到欣慰 新的赛季 我们也期望其他队伍呢 还有新加入的富邦 可以呢 呃 打出自己的一个水平啊 打20只队伍啊 让这边的一个比赛变得更加的精彩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球迷呢 可以点一点关注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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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